有些观念,拿到我们进口来,我们就无独了 我们天天在念阿弥陀佛,那你得述多少是佛啊 禅宗是佛来佛宰,摩来摩宰 世心是佛将心念,念到星空佛已忘 佛都不执着,我们可不能不执着 你要不执着,你不执着佛,就执着念到 那禅宗的人修到这个地方,按这个理念修 修成是什么样子呢 杀手归来从简点 杀手就是放下了 暴想分解之多,全放下了,杀手了 归来的,归到哪里来了,归到绝海了 杀手归来从简点,成活之后你这样一看,看到什么了 下面这句归来会不会背 你常常做三十七念,下面这句会不会背 杀手归来从简点,花开刺白与清黄 什么花啊?极乐世界的莲花 什么意思啊?这个灿灿的人呢,根性很利,他才能修成 修成之后发现什么呢?发现那个一个字不认识的老阿公老阿婆的莲花 早就在极乐世界,早就成活了 他善根深厚,但是他走的是弯弱 那这个老阿公老阿婆也不认识字,也不懂得清教 别人教他念一声阿弥陀佛,他就老实念他先成活了 所以,净土中第六代祖师,永明元寿大师 这是阿弥陀佛在来的 做了最著名的饲料点 四九祭宋 其中有一种祭宋就这样说 有禅无净土 十人久错落 因静若现前,偏而随他去 印光大师在文朝里面将永明元寿禅心的四首祭宋 做了一个注释,解释 印光大师告诉我们,什么叫有禅呢? 参禅,假如内开入,不叫有禅 所以有禅,不是说参禅的人,就是有禅的 禅了内开入,没有禅 禅是佛系 有禅就等于大侧大悟 虽然大侧大悟了,但是他没有禅度 有禅,无禅度 什么样呢? 十人久错落 那个错是一个竹子头,这边一个叉 叉错的叉 久错落 那个错不是错误 是走到差道上去 走差道就是走弯路 方向是正确 但走的路是弯路 不是直截的一条路 叫十人久错落 这个十人,大侧大悟的人 假如不念阿弥陀佛和修奔经理 十人有九个人走差路 什么叫差路呢? 因静若现贤 中阴生这个静这一线贤 他虽然开悟了 但是烦恼没有干干净 假如还有一丝一毫的烦恼 这一丝一毫的烦恼就牵引他,继续轮回 因静若现贤,偏尔随他去 去带神去了 不是去承佛去了 去轮回去了 因静若大师在龙朝里面给我们举出很多公安 很多禅中的大德 修道有宿命通 有他心通 但是怎样呢? 但是怎样呢? 还得留回 然后越高大师又举了很多念佛往生的例子 就告诉我们,有禅无净土 很危险 有名颜受禅又告诉我们 无禅有禅 无禅就是我们还没开会 但是呢,我们有禅土 什么叫有禅土呢? 真心气愿老实念佛求生禅 真想往生极乐世界 自然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自然念阿弥陀佛和名号 一心想往极乐世界 这个人就有禅土 无禅有禅有禅 万修万人去 有万个人修 有万个人往生 但得见弥陀 何仇不开路 所以公兄们 我们现在念佛 大家千万要记住 没功夫 没关心 没开路 没关心 心不清静 没关心 这个沙拉没关心 后面的眼神很多没关心 大家知不知道 跟什么没关心 跟你往生没关心 但是跟你现行的受用有关心 我没开路 我没自慧 会不会做错事呢 看错人 做错事 因为我没自慧 生活当中心的心境 还会有没有烦恼 还会有烦恼 身体还会不会有病呢 还会有病 但是呢 不会影响我往生 这两段视频一定要分开 我又说回到这个字来了 讲一讲就讲到这个原始点来了 所以公兄们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个观念建立起来要会运用 今天给公兄们建立 明天爸爸就说爸爸 再用三手计算 加强计议 然后呢 你就可以一直保持 我到印尼静中学会 讲静度法文 去年过完年 我从新加坡到印尼 给印尼静中学会讲 无量的经 印尼静中学会的会长 我这次也是从印尼过来 会长 我这次去的时候 会长就跟我讲 法师啊 你上回来啊 你讲无量受精 可以啊 我们的信心呢 升起来啦 很多听听和同学 都有信心 都把我往生了 你走了一个月 就这样来了 信心啊 面心啊 这个往生的信心呢 温度没有了 我这隔了六个月 又回来 一个月就降温了 那五个月就没有了 彻底凉了 我就想到 真正的好医生 绝对不会让病人离不开他 这个医生治疗你的病 一次之后啊 你就得天天跟着他 离开他 你就得犯病 这个医生不是好医生 那阿弥陀佛 那阿弥陀佛是无上遗忘的 假如我们这个佛号不方便 同学们想想 假如这个法门必须要清净善知识 那坏了 假如没有高科技的话 我们离不开善知识就麻烦了 现在有高科技 我们可以天天听到法师讲经 但是这个事情 要是离开善知识就降温 那就麻烦了 这个绝对没有把这个法门搞清楚 所以会长问过我说这个话 我就知道 我上半年这个介绍是失败的 可以降温 那就是要避转的 那就是失败的 所以我就想到 讲这个叛教 叛教的理念一清楚了 同学们 你离开任何一个法师 都害怕 你的信心都不会降温 你把英文大师这八个字记住 了解这八个字的意思 你一定要遇不到书法家 我告诉同学们 你回家书法电脑里面 把它放大一点 一张黑式的只编一个字 印着八个 给它贴着墙上 看到这八个字 你的信心就不会降温 永远保持那个温度 保持到一辈子 肯定保持 不变心 不退心 我们工夫会退 心不能退 所以我到很多地方 跟同学们报告 练习奖金 以前在我们培训班 我们有一些学长 我在国内还有遇到 有些学长 见到我之后 还很恭维我 说干什么呢 你还行呢 学了奖金之后 一直见识到现在 你很发心呢 我跟我们学长报告 我不是发心呢 同学们 我在新加坡听众学习奖金之后 继续能坚持到今天 都是菩提心坚持的 我跟同学们说句真心话 是脸皮厚坚持下来 自己做不到 老海和人讲 讲的是头头是道 自己是做不到 只有这个法门 我真正认识到 开心 欢喜把这个法门 跟同学们介绍 这个法门是 拿着阿弥陀佛的功德 到处不失 自己没有功德 以前老老师讲 叮当歌 给我们讲 我们读经念佛 做了一堂功课 功课结束之后 早晚功课结束之后 我们回向 怎么回向呢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敬福 上报事同分 夏季三福 这回我在马来西亚 就遇到一个记者问我 法师啊 以前老法师讲 愿以此功德 我们没有功德 我们还是回向 早上骗佛不上一次 晚上骗佛不上一次 这个功课天天在骗佛 有点做不下去了 我说我比你骗得多 我骗完佛了 我还骗大家 倒数骗 现在呢 真正认识这个法文之后 我们不是骗 愿以此功德 这个功德不是我的功德 我没有功德 我只有业障 我在马来西亚 还要一个风修 很虔诚 讲完经识后 回来找我 法师你摸一摸我 把我的业障都摸掉 我说你没听懂嘛 我也是业障深度的凡夫 假如你让我摸 我把我的业障都摸到你身上 你愿意啊 所以你没听懂嘛 你认真听经啦 你要阿弥陀佛摸你的 我摸到你 把我的业障都摸到你身上 我身上的气节也不通 也都会业障 烦恼 灼气 所以你要求阿弥陀佛加身 你要相信 你撑面阿弥陀佛的名号 阿弥陀佛加身 十方祝佛加身 因为阿弥陀佛这个法文 是祝佛出世以后的本怀 同学们要更正观察 假如一个 一尊佛出世 一尊佛出世讲经 什么经都讲了 没有讲阿弥陀佛经 这尊佛出世就不圆满 偶一尊佛出世 如果不讲阿弥陀佛经 他的慈悲不圆满 他还留了一首 他什么都给我们讲了 真正最重要的 在留下的那个我们讲 假如是 阿弥陀佛出世之间 还不存 在修学这个法文上 无量寿经的情法不存 我们就仔细看无量寿经 佛教我们修神的方法很多 舍家弃义而坐沙门 饭时沙门 燃灯 烧香 修识善业 善不口业 等等等等 《观无量寿经》 佛还教我们观想 教我们修神的方法都不存 所以《观经》和《无量寿经》 都是由佛弟子祈请出来的 佛弟子祈请出来的经典 佛说出来之后 都不是存的 为什么不是存的呢 因为它有方便在里面 佛弟子祈请了 存的东西佛弟子祈请不出来 到阿弥陀佛经呢 没有人祈请 阿弥陀佛经是释迦摩尼佛 无问自说 无问自说 才是释迦摩尼佛 最想说的话 你看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 《维基西夫人》 请法 请释迦摩尼佛 有没有提到《寿佛经》 这个时候祝佛才出广 《寿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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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这两个小时就跟大家信息这八个字 围绕这八个字跟大家讲 所以同学们你建立这个观念之后 你在生活当中去运用 以后别人在修学这个法文上遇到瓶颈了 遇到困难了 你就用这八个字 最好的良药 马上就把它硬去除 这个去除不是你去除的厉害 是阿弥陀佛厉害 同时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想一想 当我们念这句佛号的时候 以此心体为体度 阿弥陀佛给我们选择这个得度的方法 慈悲不慈悲 再换一个方法我们都不行了 只有这一个方法能救得了我 念阿弥陀佛谁不会念 过去有一个老婆她得病了 旁边有一个机制告诉这个老人家 老人家 你的病重了 念阿弥陀佛呀 佛力加持你 今天你到极乐世界 假如你缘分还有 你就会身体健康 恢复健康 老婆她病得很痛苦 就跟这个祝念人讲 她说呀 我念不出来 阿弥陀佛呀 你看看 她一说出这个句话来 我跟她一听 阿弥陀佛太北大 你看她 我念不出来 阿弥陀佛呀 她都念出来了 她自己还在说 阿弥陀佛练得出来 还有的人有意思 哎呀 我不能念佛呀 比念佛的事不多 我不能念佛呀 六个字 她不念的 阿弥陀佛 她念这六个字 所以这个方法 是非常殊胜的方法 是阿弥陀佛选择 用这个最方便 最容易 最直接的方法 让我能得救 让我能得动 所以公主们 假如阿弥陀佛给你留个财产 给你留银堂塔 你危险不危险 假如你的父亲呢 很多财富 给你留的遗产 都存在那个银堂塔里 方便不方便 你拿到这个卡 放到家里 跑跑来扩斗的 放在身上 派人抢劫抢跑 放在别人那 怕别人给他骗走了 你看多不安全 这个阿弥陀佛名号 是阿弥陀佛把他修行圆满的功德 储存在里面 然后送给我们 我们拿到这个佛报 就等于拿到阿弥陀佛的功德 所以愿于此功德 我们是拿佛功德 装连佛进口 上道是从恩 上道是从恩 国家的恩 我们新加坡通修好好念阿弥陀佛 新加坡没有灾难 如果你新加坡大 东南亚没有灾难 新加坡再大 全世界没有灾难 我们曾经念佛 消灾免安 报国家恩 报国土恩 报了老师的恩 老法师教导我们 我们报了老师的恩 怎么报了恩 他还是老师念佛 以往说了 你成佛了 老法师最高兴 报父母的恩 我们父母也好 祖先也好 我们做三世纪念的时候 给他写个牌位 念佛给他回现 祖宗都得到庇佑 祖先看到后代子生 有要成佛的 真高兴 他没成都不怕 一人成佛 就如生见 他跟着也超生 假如他也信咒 也念安佛佛 他跟我们同生极乐佛 然后众生恩 我们念佛就是庇佑众生 诸位同修 我们在这个地方念佛 回向 新加坡这一个地区 没有灾难 这一个地区的众生 都得到佛 佛达的品用 我们在经常看 以经典来对照 我们这个世间众生 造业很严重 那为什么这个世界还在呢 因为我们这个世间还有很多善人 很多好人 从每一个人身上来讲 从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来讲 一光大说告诉我们 存恶 无善的人 没有 你找不到一个人 全的恶 没有一点善的 存善 无恶的人 你也找不到 我们都是善恶夹杂 凡胜同同 遇到佛达就发不提心了 遇到要么鬼怪了 就发别的心了 但是我们现在明白了 实时提起佛号 怎么样实时提起佛号呢 同学们就要有个创造很好的缘分 让自己能够想起阿弥陀佛 所以念佛的同修啊 手上最好都带一串念珠 手串 你摸到了阿弥陀佛 家里有条件设一个佛堂 你自己在家设个佛堂 不要供那么多佛菩萨 供一身阿弥陀佛 最多供西方三身可以达 那可能有个通修 可能供的很多 那其他佛菩萨 你愿意保留就保留 愿意留到寺院去供养别人也可以 那专书的人呢 越专注越好 家里有佛堂 每天做早晚功课 有什么烦恼事的跟人讲 人的怀疑的话就跟佛讲 我们要跟阿弥陀佛越亲密越好 有的时候我们对佛菩萨是尊敬 尊敬到敬而远之就麻烦了 所以佛区有一个出家人很有意思 有人问他 法师啊 你是怎么一心毁灭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 法师给他解释啊 他在费劲呢 说你来来来跟我来 带他到阿弥陀佛面前 阿弥陀佛面前 这法师给他表演一下 你看啊 我是这么一心毁灭的 走到阿弥陀佛面前 躺下了 躺在地上 啊 完了旁边有一个人 哎呀 这个不可无理啊 不可无理啊 啊 他就跟那个人讲 阿弥陀佛是我的达慈悲父 我见到父母了 我回家了 什么不可无理 不要客气了 要接受阿弥陀佛的加持了 同学们听那个公安啊 你以后见到阿弥陀佛堂 你得给他 你要明白这个法师的表演的意思 对佛国的那种亲切 不把阿弥陀佛当外人 当做我们自己的大慈悲父 最慈悲的父亲 最理解我的父亲 一心一意要救助我的老父亲 所以有什么心思 不敢跟别人讲 不敢跟阿弥陀佛讲 跟阿弥陀佛要越亲越好 越亲密越好 这个法师我看的传记 他天天晚上就睡在阿弥陀佛旁边 他这种视线 他出门办事了 办事了不管多晚 一定回到自己的住处 人家问他 你为什么回去啊 不行啊 我家里的佛还等我回去呢 他对这个阿弥陀佛就当做父母一样的心情 所以我们再看了阿弥陀佛的佛像 同学们我们最后学完了 再看阿弥陀佛佛像 你看看跟以前一样不一样 明天是我们这次学习 看教理念最后一天 明天晚上学完了 你再看阿弥陀佛 跟你以前看 你感受感受 一样不一样 亲切都亲切 明天我们再学习过的三首祭仲 三幅对联 还有一种技术 作为这次学习的一个总结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先学习到这里 阿弥陀佛 敬礼 敬礼 阿们